肛门的吸肉和痔疮的鉴别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廖新华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肛门的吸肉应该说是直肠的吸肉 直肠的吸肉和痔疮如何鉴别 首先我们说痔疮 它就是一个瘀躯的血管团 这个血管团破裂出血 才会形成了一个痔疮的出血 就是我们常见的变血 而吸肉则不同 吸肉是局部增生 长出来了一个小的肉疙瘩 就是小的一个肿块 我们俗称肉疙瘩 这个我们在排便完了以后 如果是比较低位的吸肉 它可能就会拖出肛门外 是一个小的硬块 我们可以摸到 做直肠直诊的时候 如果它位置比较高 它拖不出来 那么做直肠直诊的时候 我们也是可以摸到它的 而内痔 就是我们说的痔疮 内痔出血的内痔 它做直肠直诊的时候 是摸不来的 因为它是一个软的血管团 是摸不出来的 所以一个简简单单的直肠直诊 对于是吸肉还是痔疮 是有非常重大的诊断意义的